- 继续往前走啊,继续互动一下,嗨美女你好,打扰一下,我是一个YY的户外主播,今天在做一个街头话题,就是你是重庆的女生吗? -嗯,然后那个重庆的女生就是天生丽质,然后就是说,而且性格还特别好,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对对对,在直播,YY户外直播,我是一个知名网红,叫小马哥,可以随时摆逗我,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你平时间,爱美之心,人间有之,夏天的时候,你会选择,你会选择穿什么类型的衣服,让别人, 更多的,就是说,把眼睛放在你的身上,最喜欢穿什么类型的衣服,你说夏天呢?夏天,对,就是现在,现在啊,嗯,我比较喜欢穿的,最喜欢穿的,就是露那个吊带吗?不然,你最喜欢穿,你说如果啊,我给你一个选择,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这个裙子嘛,这个裙子属于那种沙的裙子啊,如果那个什么,就是,呃,就是你会穿那种特别紧身的啊,而且露一点小微,所谓的,一点小性感的小哥 你稍微紧身一点,嗯,你紧身一点,然后穿着一条热裤,穿着高跟鞋,你会这么装吗? 嗯,应该会吧,应该会是吧,因为你的,我看了一下,你的身材倍儿棒,啊,身材倍儿棒,然后那个,走到大街上,如果有一百个男人,就算一这么,这么,看着你,你会觉得自豪还是尴尬? 我没注意过谁在看我,如果的话,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一百个男人一直,一直都看着你,你会觉得很自豪还是很尴尬? 还是觉得有点尴尬吧?尴尬吗?嗯,但往往其实有很多人都应该说,你是感到很自豪的,是吗? 因为那个什么,呃,有很多女孩打扮的特别的漂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整容皮,心了命的去整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好看的,那就对了,好看是给谁看的,你自己能看吗? 但是你给更多的人,更多的是给别人看,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会打扮,就是说,内心狂野的女孩,就是出去做任何事情,就算做错了,长得好看的妹子,就是会打扮的妹子,就算做错了,人家都会原谅你,做错事,而不会打扮,就是说,呃,打扮得很low的女孩,就是那个什么呢?就算你做对了,人家也会看不起你,你应该认同我这个观点,这是实话,就是会打扮的女孩,就是人家都觉得,哇,这个女孩好漂亮,好棒,实际上就是, 长得好看,你说满大街的都好看,但是你是特别会打扮,而且露了一点小钩,特别的性感,实际上,在游泳池里面天天都能看得到,对不对? 但是你,你会,你会经常会选择这样去穿吗?啊? 你会选择这样去穿吗?那种深微的? 因为我没有胸,我不信,所以我不会这样穿,女生都几几都有的? 我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吗? 对,有是有的,你觉得就是女孩胸大点好,还是从小好? 是中小好了,不要太大呀 A和C之间必须选一个? 还是A吧 为什么呢? 我觉得C太大的话,你身材本身就看着会有点胖 不不不不,他可以就是说,他可以那个什么,他可以叫做什么呢?就是C的话,在你的身材当中是完全可以的 你知道C的定义是什么吗? 有点奇怪,我知道啊 他就是说跟你的身体是极度协调的,不是显得胖 你再跟你选择吧,比较协调,你会选择A和C,是哪个? 我还是会觉得A,是吧? 你不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身边的朋友他会埋葬你吗? 不会啊 他会说你,哦,你好小的吗? 不会,完全不会啊 不会是吧? 然后你的男朋友,你的男朋友有没有说过? 我没有男朋友 有没有男朋友吗? 宝宝现在是在上学还是什么? 我在上班 上班了,现在你工作了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在什么,今年就是让自己脱单呢? 看情况呗 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 高一点的吧 就肯定比我高很多的那种 高很多是吧? 好像你是在扎我心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高很多,就高到什么一个程度? 就像他 差不多吧 差不多是吧 然后那个颜值呢? 颜值还好吧 我对颜值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要看得过去就是呢 因为我觉得高一点的男生应该颜值都还好,就不像很差 你看他颜值怎么样? 痘有点多 痘有点多? 那是因为他也是个处男 哦,这样吗? 他也是个处男,你知道就是说,处男为什么会长痘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内分泌稳乱呗 那你就说你为什么没有痘呢? 我不知道,天生的吧 因为是,因为谈过男朋友 是不是? 是吗? 以前谈过男朋友吗? 肯定谈 那肯定吧,在大学的时候谈过是吧 然后后来为什么分了呢? 没有为什么很自然而然的 我打个比喻啊 打个比喻就是说他和我 他可能长得要比我好看一点的 然后个儿比我高 但是我身家一个一 他身家就是说,比较清贫 然后我有我的男伯尔基尼 我有什么家庭势力都比较强 你会选择谁? 这是一个心理测试啊,你会选择谁? 我会选择谁啊? 再给你一次机会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说你,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长得丑的 然后身家又很好的 哇,你是在扎我心 哦,就是我是 那你,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嘛 不是,但是你的形容 我刚才并没有那么说呀 我理想 我说的就是说像我这种 我个儿矮嘛,对吧 个儿矮一点,但是比你高 就是,然后那个 就是我,我身家一个亿 然后我家里面特别阴死 什么条件都可以满足你 而他呢,就是长得还可以 但是呢,家里面条件比较差 你会选择谁? 那要看我喜欢谁啊? 就是现在我就说非要让你选一个 你会选择谁?